生活指南 政策新规 去世分享 旅游贴士 还有什么是您想知道的 美的居委会网络各类资讯 与您一起在路上知讯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中文电台 给您带来的美的居委会 我是新瑶 当前许多州是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刺激计划 从而是代替联邦的刺激基金 更好的帮助当地的居民 现在就有16个州 就在发放更多的纾困金和退税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都有哪些州正在行动 首先是加州 加州州长纽森是在今年的6月下旬表示 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 向数百万的加州人 是发放通胀的救济支票 那根据网站的估计 符合条件的人将会在今年10月的下旬 至2023年的1月中旬之间的某个时间 获得最高1050美元 具体还要取决于收入和纳税申报的状态 那么符合资格的收款人 是必须在2020年纳税年度 成为加州居民至少6个月的时间 并且是在2021年的10月15号之前 提交了2020年的纳税申请表 还要在2020纳税年度期间 未被列为其他人的受抚养人 还需要满足调整后的总收入要求 并且在发放付款时 仍然是正式的加州居民 那科罗拉多州的现金返还法案 是在今年的5月23号签署 这个法案是为符合条件的 科罗拉多居民提供退税 只要是在2021年被视为该州的居民 并且是在2021年12月31号时 年满18岁 就有机会是获得个人报税750美元 或联合报税人1500美元的退税 那根据该州的税务局网站 只要你在6月30号之前 是提交了科罗拉多州 所得税的申报表 就会在9月30号之前 是收到支票 如果你是在2022年10月 延长纳税申报 截止日期之前报税的 那么会在明年的1月31号之前 是收到退税 同样的 特拉华州也是在今年的5月份 通过了救济法案 允许一次性向该州的 每位成年居民支付300美元 那对于获得资格的申领人 是需要在截止日期前 提交2021年的 州纳税申报表就可以了 根据特拉华州财政部网站的数据 支票将会在今年的整个夏季发放完毕 在今年的7月中旬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是宣布 将向作为看护人 养父母 或者是参加州援助计划的家庭 发放45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 估计在该州将会有59000个家庭 收到这批款项 在今年的3月份 佐治亚州是通过了一项 旨在帮助该州居民应对 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的退税法案 单身或者是单独申报的人 就有资格获得250美元 作为户主申报的居民 是可以获得375美元 已婚的夫妇和联合申报的居民 将会获得500美元 根据该州的税务局网站消息 大部分的税款将在今年的8月初 发放在给2022年4月18号 纳税截止日期之前报税的人 6月22号夏威夷州的州长批准 向夏威夷州居民退税100美元 或者是300美元 具体还要根据收入的情况 纳税的申报状态和一些货美情况而定 根据该州的税务局网站消息显示 支票将会在这个月的下旬是签发 去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 单身申报者和户主是有资格获得100美元的退税 那去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 同一类别群体是可以获得300美元的退款 去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和低于20万美元的 已婚夫妇和上存配偶将会获得相同的金额 在今年的2月份 爱达河州市通过了法案 将为居民提供75美元 或者是2020年周税12%的一次性退税 比较高者为准 付款是在3月份开始推出 要获得资格收款人必须是2020年和2021年的 全年爱德河州居民 并且是必须提交这些年份的所得税申报表 或者是杂货信贷退税申报表 伊利诺伊州市已经通过了18.3亿美元的家庭救济计划 那计划是在今年的7月初已经启动 其中包括在2023年6月30号之前 暂停对杂货征收1%的销售税 以及将销售税在8月5号至14号期间 从6.25%降至到1.25% 通常在7月份进行的汽油税上调也将移至到明年的1月份 那该州所得退税支票也正在发放中 在2021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个人申报者是有资格获得50美元 联合申报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已婚夫妇是有资格获得100美元 那声称有受抚养人的报税人则有资格获得每个孩子100美元的低免额 每个家庭最多可以获得3个孩子的低免额 那根据该州的最新消息呢支票呢将会在9月12号的当周祭出 印第安那州呢是已经向居民发放了一次性125美元的纳税人退款 第一轮支票哈是在今年的5月份发出 7月份呢发出了更多轮次 那该州的所有居民啊无论收入水平如何 只要在2022年1月3号之前提交2020年的纳税申报表 就有资格呢是获得退税 那该州的众议院呢还在7月25号是通过了一项法案 从该州的盈余税收中分配225美元的刺激性支票 然而呢这个法案哈还没有得到呢州长的批准 缅因州呢是正在向居民支付相当高的纾困金 单身申报者和夫妇呀可分别获得850美元和1700美元 那要获得纾困金呢 全年居民必须在2022年10月31号之前提交缅因州的所得申报表 单独提交或者是已婚并单独提交的人士 联邦调整后的总收入呀是需要低于呢10万美元 如果说是作为户主提交的话则需要低于15万美元 如果以夫妻或者是上存配偶的身份共同提交 则需要呢低于20万美元 此外呀收款人呢也不能被视为依赖他人的被抚养人 那这些支票哈是从今年的6月份呢就开始发放了 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呢最近未能批准对符合条件的居民 发放25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 但是呢这笔钱哈仍有可能呀会分配给该州的公民 根据1986年的该州法律 州政府呢是必须将超额的税收返还给纳税人 那这也意味着哈该州的许多居民呀可能会从该州收集的 约25亿美元的剩余现金中分得一笔 那该州的州长也表示 居民呢将会获得7%的2021年州所得退税 对于年收入75,000美元的人来说呢 这大概是250美元 该州的审计人员呀也将会在今年的9月20号之前 就该州是否能够发放税收迪免以及具体的数量呢做出决定 那在去年哈新泽西州的州长呀是签署了一项法案 允许呢符合条件的居民获得最高500美元的支票 为那些在提交2020年所得税时 申报了至少一名受抚养者的居民是提供了儿童的税收抵免 那今后每年呀 该州呢将在次年的7月 向在4月18号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税款的人是支付款项 对于延长截止日期提交的人 将在次年的12月31号之前支付款项 那收款人呀需要至少有一个受抚养人 超过一美元的税收义务并符合收入限制 已婚人士、户主和上存配偶的年总收入呢 是需要低于15万美元的 单身申报者和已婚人士分开申报的收入 则需要低于75000美元 而新墨西哥州亚市正在为他的居民提供两项单独的纾困金 第一项呢是联合报税的已婚夫妇 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户主和上存配偶可以获得500美元的退税 而单身报税人和单独报税的已婚人士 如果去年的收入呢是低于了75000美元 则可以获得250美元 退税呢将在这个月自动支付给已经提交了2021年周所得税表的人 那第二项的所得税哈也正在发放 上半年已经在6月支付 而下半年呀将会在8月支付 所有已经提交了2021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人都可以获得此项退税 单身申报者和已婚人士单独申报将获得500美元 而已婚夫妇联合申报 户主和上存配偶呢是有权获得1000美元 那在今年的7月31号之前哈 俄勒冈州呢向有资格获得一次性援助支票的居民们是发放了支票 在2020年报税时获得该州所得税抵免 并且呢是在2020年最后6个月住宅俄勒冈州的居民是可以获得600美元 南卡罗来纳州符合条件的居民将会很快获得高达800美元的所得税退税 那这些支票哈计划呢是在今年的11月份和今年的12月份交付 去年呢有纳税义务的弗吉尼亚居民是有资格获得高达5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 单独申报者呢将会获得一次性退税250美元 联合申报的一次性退税呢高达500美元 不过哈这些退税啊要到今年秋天的晚些时候才会发放 对于那些在7月1号之前提交2021年纳税表的人来说是今年的10月下旬 那该州的居民哈是必须呢在11月1号之前报税才能够获得资格 生活学习工作休闲娱乐 全新的节目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全面的视角让您更好的知晓身边事 让您与信息达成亲密接触 美地居委会总想给您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旧金山AM1450 西雅图AM154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美地居委会 接下来的时间里新阳与您一起继续关注今天美地居委会的内容 对于大多数的司机来说呀 汽车保险呢是一项又贵又不必要 但有不得不支出的负担 保险公司呢其实都会定型的进行价格优化 那不经常查看保费的司机呀 很可能呢就被悄悄的多收费了 那其实呢也是有些小方法提供给大家 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和保险公司要求来调整保费 首先呀可以调整自付额 那保险公司呢是要求投保人在申请综合和碰撞险赔偿时 需要首先自费自付额部分 如果投保人选择更高的自付额 那么个人就会承担更多的经济风险 但与此同时呀保险公司呢也会降低保费 再来呀就是之前在节目中与大家提到过的减少驾驶里程数 那每家保险公司呀都会提供呢低里程折扣 一年下来的费用呀甚至可以节省几百美元 这个折扣呢是特别适合已经退休 在家办公或者平时使用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群 那在网上保险询驾的时候呢 网站通常会询问一年大约的驾驶里程数 大多数网站一年的平均驾驶里程数 设置为一万两千英里 那低于这个里程数的投保人呢 就可以要求低里程折扣了 再来呢就是安装车辆的追踪设备 综合险呀是承保车辆盗窃的损失 如果说车主是安装了追踪设备的话 那意味着哈有更大的概率呢防止车辆被盗 那么保险公司呀就可以省下这部分的赔偿费 那也会呢在保费上给出折扣 投保人呢如果有安装防盗报警设备等等 也可以呀向保险公司呢是申请折扣 还有呢就是捆绑购买多款保险 那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下 购买多款保险呢是可以拿到更多的优惠 不过呀在捆绑多款保险前呢还是要单独的进行比价 那汽车保险呀通常呢会和租房公寓保险是捆绑出售 保险公司呢通常会根据信用记录来设置保费 如果说投保人的信用分数为良好或者是优秀的话 那么哈可以拿到更低的保费 如果投保人发现自己的信用分数不够的话 可以尝试呀美化自己的信用分数 比如说呢按期的支付账单 很多人呢都会借车贷 那承担汽车债务呀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呢 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呢利率通常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呀任何拥有汽车贷款的司机 都需要确保呢购买差额保险以及其他的汽车保险 那差额保险哈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具体的保险类型 如果有差额保险的司机发生车祸 或者他们的汽车被盗或者以其他方式毁坏的话 可以确保呢他们不会被迫自掏腰包 当司机发生承保范围内的车祸时 汽车保险公司呢将会提供资金来修理车辆 或者如果车辆损坏太严重而无法修复 或者是修理费用呢超过了汽车的价值 则会宣布其完全损失 如果说汽车被宣布为全损或者是被盗 那保险公司将以汽车目前的估价来支付公平的市场价格 问题是公平的市场价呀 可能不足以偿还剩余的汽车贷款余额 那在大多数情况下呀汽车很快就会变质 对于新车来说哈尤为如此 一旦哈他们被售卖价格呢会迅速下降 司机呢在购买车辆时通常呀只投入了少量的资金 而且呢会延长还款时间 那这也意味着哈他们偿还贷款余额的速度呢很慢 如果说汽车保险公司支付的金额呢是少于车辆的欠款 那差额保险呀将可以呢提供救援 差额保险呢会支付汽车贷款的剩余余额 超出汽车保险公司为补偿保单持有人的汽车提供的金额 那如果没有差额保险会怎么样呢 如果司机有汽车贷款的话 即使发生事故并且汽车完全损坏 司机哈还是必须要还清贷款的 如果没有差额保险的话 司机呀很可能会陷入到困境 不得呀不计算呢贷款余额与保险公司将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 如果说司机是欠了一万五千美元 而汽车价值呢一万三千美元 那么就是汽车保险公司支付全部费用 如果说汽车全损了 那司机呀不得不向汽车贷款公司支付剩余的两千美元 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方面顾虑的朋友哈 还是推荐呢大家可以购买差额保险 素食披萨呀是很多家庭呢 都会选择的一款食物 只要呀在微波炉里赚几分钟 就能够吃到热气腾腾的美味披萨了 那对于负责家中做饭的人来说哈 这的确呀会省去很多时间 但是呢最近有一款披萨是存在着质量问题正在被召回中 据悉呢由于潜在的金属污染 Home Run In Frozen Foods公司生产的 大约一万三千磅冷冻披萨是正在被召回中 那就在这周哈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与检察局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披萨饼中的肉馅呀很可能呢受到了外来材料的污染 特别是金属 那一些顾客哈也是抱怨 在披萨中呀是发现了金属 被召回的披萨呢是Home Run In的芝加哥高级披萨店豪华香肠经典版 生产日期呢是在今年的6月6号 重量呢是为33.5盎司的纸箱出售 最佳的食用日期呢是到今年的12月3号 盒子上呀标有呢EST18498A的标志 那里面呢也有USDA的检验印章 不过呢目前哈还没有证实呢 因为食用这些产品而导致的伤害或者是不良反应的报告 那如果哈大家呢在近期购买了这些披萨的话 还是鼓励呀可以把它们扔掉 或者呢是在购买地点退回 那这些商品呢是被运往了伊利诺伊州的分销商 然后呀进一步呢分销给其他的零售商 同样哈是与食品安全有关 就在最近呢CNN独家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 在家里用商店购买的原材料制作婴儿食品呀 并不会减少呀宝宝所吃的食物中有毒重金属的含量 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 当涉及到重金属污染时 用商店购买的原材料自制的婴儿食品 比商店内购买的婴儿食品更好 研究人员呢对美国各地的商店和农贸市场 报告的另外7000个食品测试的数据 结果显示呀 94%的成品婴儿食品 家庭食品和用购买的原材料制成的自制果泥 都含有可检测到的一种或者是多种重金属 购物者购买的成品婴儿食品中 90%是发现了千 在商店购买的家庭食品和自制果泥中 80%发现了千 68%的商店购买的婴儿食品和 72%的家庭自制食品中是发现了深 65%的购买婴儿食品和60%的家庭食品中发现了个 7%的商店购买的婴儿食品和10%的家庭食品中是发现了拱 好了以上呀就是今天美地居委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这里是美国中文电台 我们下期再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